那么今天下午的话 我们来学习一下关于项目的上线流程 因为以后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去做这个上线这个工作的 包括在之前第一天讲这个运营盖速的时候呢 当时也提到了 做我们这个运维啊 分为基础运维 网络运维 网站运维 数据库运维 运维安全 运维架构和运营专家 一堆这些运维 那么基础运维呢 肯定是要汇的 所谓基础运维 就是从一个小公司来看 我们要会去买服务器 怎么选服务器啊 然后怎么呢 买域名 怎么备案 怎么解析 怎么上线 这一系列的操作啊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基础的东西 这个的话必须掌握 如果说连一个上线的流程都搞不明白的话 那么这个运维呢 就是一个不合格的运维啊 服务器的选配购买 那当我们项目已经做好的话 那这个项目怎么做 我们不用管 因为项目是由开发部门去做的 由测试部门去测试bug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够保证 他在服务器上跑起来 那么在服务器上跑起来呢 这个还得要用户去看 因为用户的话 他要访问这个项目 那访问这个项目 肯定得有一个服务器 并且这个服务器是内网服务器 还是外网服务器 这个也得确认一下 对 必须是外网服务器啊 如果不是外网服务器的话 那么别人也看不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上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这个服务器呢 一定必须是外网服务器 项目上线的服务器啊 必须是外网的服务器 如果不是 那这个上线就没有什么意义 必须是外网服务器 那么外网服务器的话 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公司花这个几万块钱 去买一个真实的服务器 然后呢 甩到机房去 让别人管着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不用去买真实服务器 去使用云服务器 两种情况啊 那么一般呢 服务器啊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购买真实的服务器 另外一种呢 是购买云服务器 两种情况 那么根据目前的话 各个市场上这个公司 它的一个情况来看啊 其实都会更加偏向于使用这个 都会更加偏向于使用云服务器啊 为什么使用云服务器呢 那么第一个的话 你购买真实服务器 它的一次性成本过高 购买真实服务器啊 一次性成本过高 因为你一买的话 至少就好几万 这是买服务器啊 那么买了服务器 你还得放机房人家托管 人家托管呢 也不是平白无故的 帮你托管的 还得收钱的啊 收了钱 托管费收了 然后呢 你放进去 还不行 你还得有网呢 是不是啊 还得去买个独立IP 独立IP呢 现在不便宜啊 独立IP的话 之前有了解过 一个独立IP 一个月大概几千块钱 一个月啊 几千块钱 就是让你这IP不便 几千块钱 那这样的话 总的下来一年的成本呢 又是好几万 那这加上服务器的成本 加上托管费的成本 这个成本呢 太高了啊 所以购买真实服务器这个选择 一般公司不会就这么做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们购买云服务器 它是上线的一个基本保证 但是上线 如果想让这个项目能够扛得住 大的并发的话 光购买一个云服务器 其实还不够 还需要去使用 包括我们后面会在第三阶段讲的呢 这个架构 架构里面包含货带均衡啊 然后主动复制 读写分离啊 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得买 都得买的话 你就不止一个服务器了啊 好几个服务器 这个成本呢 再乘以多少个服务器 所以成本太高了 这种选择呢 我们一般不会去选啊 所以现在的主流呢 还是选云服务器比较好啊 云服务器 当然也有些公司会选择自己购买服务器 但是购买服务器呢 不会用上线啊 一般是企业内部 就是放在这个公司里面去用的啊 并不是用来做上线的 可以呢做测试的啊 这是可以的 上线的话 基本上会选择云服务器 那么谈到云服务器呢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去跟大家介绍几个云服务的 云服务的一个厂商了啊 那么目前的话 在市场上几个比较有名的云服务厂商 排名第一的 毫无疑问 阿里云 这个是现在龙头老大最大 然后其次呢 还有腾讯云 腾讯云 百度云这个 百度云和百度云盘要搞清楚啊 百度云 我们其实一般是指百度云盘 百度自己呢 他好像 没有云产品 没有云产品 他委托了另外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跟百度应该是合作关系 叫 知道创与 知道创与 应该是这个啊 知道创 知道创与这个公司 合作的搞了一个牌子叫 加苏乐 搞了这么一个牌子啊 这个牌子呢 他也卖这个云产品啊 然后除了阿里云 腾讯云和加苏乐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叫做 金山亿搞云了 还有这个华为 华为云 盛大云 还有新浪 新浪也搞云了 新浪其实早期有个叫 新浪 呃 SAE 不知道大家没听说过 SAE啊 还有呢 亚马逊啊 AM AMZ吧 好像是 亚马逊 亚马逊云 还有还有呢 还没说完呢 多的是啊 这个云太多了啊 各种各样的云 所以现在就是说 以前呢 有这么一个广告 就是说当时云计算 刚出来的时候呢 都说我们现在是活在云上 因为各种各样的云啊 那这里面的话 有这么多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 选择也是多样性的 但是大家在选择 但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建议选择 阿里 建议选择 阿里 如果阿里 你觉得啊 你不喜欢 不喜欢马爸爸是吧 你喜欢后面这个小马 那也可以选很远云啊 但是后面这些呢 就不大建议选了 因为后面 它的产品比较少 如果说你只要一个主机 还好 但凡是你要其他的服务呢 可能后面就要受限制了 因为他可能自家没有这个服务 所以比较麻烦啊 那选择的时候呢 就尽量选择阿里 因为阿里 它的体系很多 里面的服务很全 基本上你要什么东西 它里面都有 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所有的服务呢 放在一个账号里面 后期管理起来呢 也比较方便 因此这个地方呢 建议选择阿里 我们后面的话 也会呢 选择阿里云为例啊 以后啊 以阿里云为例 阿里云官网 官网很好找啊 如果不记得 百度也行啊 阿里云.com 阿里云的网站呢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阿里 后面是什么什么什么 有各种各样的阿里云网站 阿里妈妈 阿里妈妈 然后呢 还有3w阿里88.com 然后还有呢 阿里云.com 还有呢 3w.一直用的 阿里配.com 还有 质宝不就阿里配吗 还有阿里 mail.com 阿里还有箱的 点个看看 看看啊 对阿里系的域名 它基本上全赞了啊 所以它的域名比较好啊 4阿里的网站 但是它现在做了一个400 第一个呢 叫阿里妈妈 第二个叫阿里巴巴 阿里云 阿里支付啊 就支付宝嘛 最后一个叫阿里mail 以前有一个名字叫 阿里妹 阿里妹呢 就是邮箱嘛 邮箱不就邮箱之前不叫email嘛 email嘛 阿里妹 但现在已经改了 现在的名字叫阿里云邮 那这边为什么访问不了 以前是是这个域名 那么阿里云这个域名 我们知道就行了啊 阿里云如果不记这个域名 直接搜也行 阿里云 排的肯定靠前面的 这个网速算的 太慢了 这边快 行 那么这个呢 就是阿里云的官方网站 阿里云的这个官网呢 其实还算是不错的啊 几个云里面呢 还算不错的了 他的产品呢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眼 人家这个产品购翻好几页 是吧 你再去我们腾讯上去看一下 再去腾讯上看一下 那么腾讯员呢 他的产品 也挺多的 这个好多其实都是最近刚出的 你看好多new嘛 对吧 阿里的这些不是了 阿里的这些全是早就出来了 早就出来了 里面公测 公测的这个呢 是刚出来没多长时间的 其他的话 有的是写了new 但是其实出来时间比较早了 你像这个域名抢作 注册域名嘛 这不早就有了 他现在放个new放这呢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写着new呢 也不一定啊 但是阿里的东西呢 的确是比较全的 所以选的时候呢 就建议阿里啊 当然你有其他的服务器呢 也是可以的 这个呢不强制 只要呢 到时候呢 你有服务器就OK了啊 行 这个是阿里的官方网站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看的就是 怎么去选择这个服务器啊 怎么选择服务器 那么第一步呢 肯定是打开了一个网站啊 这个呢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第一个先打开网站 打开 阿里 官网吧 阿里云官网 打开官网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 这个页面的产品上 去找 产品上第一个 就是我们需要购买的服务器 叫云服务器 ECS 云服务器 ECS 点开它 在产品里面找它 云服务器 ECS 选择 产品中的 云服务器 ECS ECS呢 是阿里 他对于云服务器的一个简称啊 对于阿里的云服务器的一个简称 叫ECS 当然在其他的这个云里面呢 不一定叫ECS啊 可能换了一个名字啊 但是呢 都表示云服务器 点开它 点开它之后呢 然后这边呢 会有三个按钮给我们选 第一个呢 叫立即购买 第二个叫管理控制台 第三个有奖调研就不用管了啊 那我们会选择立即购买啊 管理控制台呢 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服务器了 可以点这个管理控制台 进入后台去管理这个服务器 那在选的时候呢 如果说咱各位后面的话 还有这个有效期内的学生证的话 那就不要 不建议按照我这个流产栏买了啊 因为按照这个流产栏买 你没有什么优惠 没有什么优惠啊 如果有学生证的话 还是比较便宜的啊 可以几块钱买几个月 还是相当不错啊 学生证在哪买啊 学生证首先要求你是 真是学生啊 你才能去有学生证 淘宝的话虽然是万能的 但是学生证肯定是没得卖啊 然后呢 在对那个页面上 点击立即购买 在这个页面上点击立即购买 点这个图标 我是点错了吗 非得让我登录啊 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以前是直接就可以点 现在必须要去登录 我是点错了吗 没点错吧 一样的价格嘛 这边我们就要选配的啊 不是说以它这个默认配置为例 如果以默认配置为例 那你就下一步的话 那这个钱的确有点贵了啊 还是要选配的 这个配置界面呢 是让我们自己去选的 那这边咱看一下 作为这个学习环境的话 什么样的一个配置就够了呢 首先这边呢 有三个借位方式 第一个呢 叫包年包月 第二个叫安良付费 第三个叫净价实例 不用管这个净价实例 净价实例呢 它的这个价格 还是比较高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常用的两个方式 一个是包年包月 一个是安良付费 安良付费呢 就是以小时为单位 每个小时扣你一点钱 这个量啊 也不建议 为什么不建议 因为你半夜睡觉的时候 你就不用它 结果它也在抛你的钱 所以这个也挺贵的啊 咱一般要买的话 一般会选择包年包月 这个比较合适一点 是按月来进行收费的 当然也可以包年 这个就不建议 这个最便宜的 然后后面呢 有个地域 地域呢 也就是这个服务器 它在哪个地方 就是它的物理地址 物理地址呢 有好几个物理地址 可以给我们去选择 有这个发北的呀 然后呢 华北里面又 华北一 华北二 华北好几好几个啊 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 这个地方呢 不是随便选 不是随便选 根据你的服务器的作用 和用户人群 分布的情况 来进行选择 如果是自己用的话 选哪都行 如果自己用 选哪都行 哪个便宜 我们选哪一个啊 主要是为了成本啊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用呢 是用了做这个啊 科学上网的话 也就是翻墙 哎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不能选 境内服务器了 我们要选择境外服务器了 那么从哪地方开始选呢 哎 从香港 以及香港以后的地方 开始选 因为你在境内 你是翻不了墙的 你翻来翻去 还是墙里面啊 如果说你真要翻墙 那么就选择香港 及香港以后的这些服务器 当然境外服务器的价格 普遍会比境内的服务器 价格要高一点 会要高一点啊 所以这边在选择的时候呢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如果不做翻墙服务器 也就是我们后面 会学的一天的叫VPN的 不做VPN的话 那么你前面的几个 选国内境内的几个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像我们这个北京的话 自己用的话 北京 北京属于哪个地区 华北是吧 哎 所以华北 一二三五 那就随便选了 一二三五就随便选了 看哪个便宜选哪个 那这个我们选华北五 华北五的可用区呢 就一个啊 可用区就可以看作是一个 局域网 它在一个机房里面 有好几个局域网 你看这里面有好几个局域网 那么不同局域网之间 假设你有两个服务器 一个都是 一个是华北二的 但是是华北二可用C的 那另外一个也是华北二 但是可用F的 那么这两个主机 虽然都是内网 但是不能互通 如果两个都是华北 二F的话 那表示这两个主机 可以通过内网地址 进行互通 这个的话 一般是对于一些大公司 或者说有很多台服务器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可用区 如果只是购买一台服务器 那么可用区就不用管了 选哪一个 哪个便宜选哪一个 好 这是这两个 包年包月和地区 这个地方的一个选择 根据实际的情况 这个的话 可用区呢 是根据 服务器的一个作用 以及使用人群 使用人群的一个分布情况 来选择 在北边呢 我们就选北边的 在南边的 就选南边的 然后上面这个呢 就选择包年包月就行了 包年包月呢 相对便宜一点 划算一点 选择包年包月 第二个步骤 选择 具体的 配置 选择具体的配置 那么这边选好之后呢 再往下 后面呢 还有对应的一个选项 这边呢 为了我们选择这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也就是 这个服务器的 具体的配置情况 学习环境的话 这边的服务器的 这个CPU的版本 可以选择 新一代的啊 当然如果说你想看所有的 看所有的也行 建议选择新一代 然后这块CPU的话 我们会选择最低配 会选择最低配 最低配就够了啊 EV CPU EV CPU 然后内存 内存呢 它有0.5个G 0.5个G 也就是 512兆 那这边在选择的时候 这个内存呢 呃 一般情况下 还是比较推荐选择一个G的 一般选择一个G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啊 一个G 呃 当然Ninux 能不能选512兆呢 可以 Ninux 也可以选择512兆啊 但是这个配置 稍微低一点呢 呃 咱那个Windows呢 之前也提过说 也有Server服务器是吧 WinServer 2003 08 12和16 那如果你的Server服务器的话 那不好意思 地方你不要选择512兆 因为512兆 可能连开机都开不了 512兆 它有图形界面呢 啊 还要占那个内存 如果Ninux的话 你可以选512兆 但是Windows你最少选一个G 啊 那这块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G 呃 实力规格 实力规格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不用管它啊 不用管它 不用动它就行 然后架构 所谓架构呢 就是说你想选择什么架构类型的 啊 这个架构的话 我们一般选X86计算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通用的啊 通用的啊 通用型 计算型 内存型 大数据型 本地 高组屏 入门级 哪一个便宜是哪一个 入门级啊 入门级肯定便宜 那个价格刚才2000多 一下变成700多了 然后在这里面再找一下 应该我们选的这个是最低配了吧 应该选的最低配了啊 当然如果你想选一个G的话 选一个G 贵多少钱 贵50块钱是吧 所以选一个G就够了啊 一年才贵50块钱 行的 这边是这个的配置啊 选想选两G的吗 选两G就可能不止50块钱了啊 贵了将近200块钱 贵了将近200块钱啊 行 这边是实例的这个选择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可以选择最低配啊 选择最低配 来这边一个配置 然后这边呢 选择86计算 这边选择入门型啊 但以后公司的话 公司选择的时候呢 他不会选择入门型的啊 入门型这个东西 啥事也干不了 啥事也干不了啊 公司一般选什么呢 公司的话可能会选择 像这个通用型 通用型 然后呢 公司的配置 之前呢 我上下公司选择一个 服务器配置是这个配置 16 16个CPU 就16核嘛 然后64G 64G 一年 这地方看看单位在哪 一年吗 一年啊 一年还好 你这一年 如果说你想买个 这个配置的服务器 你根本买不到一万多 你根本就买不到这个配置啊 所以还是买云服务核算一点 那这边我们选择最低配啊 选择最低配 选择最低配之后呢 然后台数 根据你的需要 选择一台就够了 一台就够了啊 如果是买的话 然后镜像这块的话 我们会选择操作系统 所谓镜像就是让我们选择 你这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很多种 很多种啊 有Windows的 有SendalOS的 你看SendalOS放在第一个了 放到第一位了啊 说明它的使用率比较高 放第一个 然后选择SendalOS 然后版本 现在最低的是6.8 但是6.8呢 和我们现在用的6.5呢 就基本上差不多啊 命令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选择的时候呢 你就选择 公司的话 看这个情况 有的也有6.几的 有的也有7.几的 那么目前的话是 6. 用6.8 6.9都行 命令基本上差不多 没有什么变化啊 也可以用7 7的话 命令呢 和我们6的命令 有一点变化 有那么一点点变化 嗯 那这块的话 可以去考虑选择 比如说选择这个 6.9 64位 然后这个安全加固 你勾不勾 好像不影响价格 那就勾了吧 啊 这边是 7项的一个选择 啊 千万不要选这个Windows啊 Windows512兆 根本带不起来 一个G带起来勾卡 啊 Windows这个 内存开销比较大 选好之后呢 那么后面的话 你可以搭一个试试啊 看抓不抓你 自己用没事啊 不干非法的就行了 然后最后呢 是选择我们的硬盘 硬盘呢 当你选择一个操作系统之后呢 硬盘默认会送40个G 会送40个G 这40个G呢 你就不用调了 它已经包含在这个价格里面了 但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40个G不够用啊 你可以再加 但是再加就收钱了啊 再加就收钱了 你比如说现在是795是吧 我加10个G 看多少钱 变成50个G啊 827 后面还有孤态嘛 孤态更贵 这个多10个G是一年的价格 是一年的价格才贵了30多块钱 40个G的话 如果你不做这个视频网站 不做下载网站 不做文件共享网站 不做网盘的话 应该是够了 因为系统盘 因为系统盘的话 它只占6个G左右 剩下的还有30多个G呢 啊 你想用孤态啊 那试试 孤态多少钱 犯不着固态啊 犯不着固态 这个高效云盘就够了啊 那后面呢 是选择这个磁盘空间 当然磁盘空间 如果你觉得一个盘不够 还可以再加 加多少个呢 最多16个盘 但是这个时候 你加盘的时候需要注意 这个加盘 它不会像VM一样 需要我们自己去做一个挂载的 之前VM自动帮我们挂载 这个地方不会啊 你当你选择盘之后 你一开机 你需要自己去挂载 要挂16个盘 那最多可以挂16个盘啊 先最后呢 是选择这个购买连线 那以前呢 是最多可以购买三年 现在的话 已经看到五年了啊 如果你打算长时间 有自己的服务器 那我建议你 时间买长一点 一次性投入大一点 但是便宜啊 一年是795是吧 你看两年 翻了一倍 是吧 再看三年 便宜200多是吧 要之前 之前三年便宜多少吗 之前一年是 假设是400多 两年是700多 三年是900多 之前便宜啊 现在这个网站改版之后 价格反而涨起来了 之前三年是五折 该五年看看啊 五年的话 按理说五八四四千 应该是 便宜了800多块钱 嗯 现在这个优惠力度 并不是很大 之前的力度大 有啊 他有一个月的呢 他有一周的呢 便宜啊 二十二块钱 是吧 哎 二十二块钱 哎 行 那咱就买个一周的玩一玩啊 来 啊 做活动的话 的确是有啊 有肯定是有的啊 最后的话是选择购买市场 然后这地方呢 会显示多少钱 我这地方演示一下钱啊 到时候大家买的话 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 如果有学生证的话 用学生证还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然后下一步呢 是让我们去点击下一步了啊 后面的话就点击下一步了 下一步是要设置这个 安全组 设置安全组 那么安全组是干嘛的呢 安全组它和之前我们提到的 这个IP台包子呢 有点相似 它是一个防火墙 但是这个防火墙呢 它是跟CentroOS没有关系的啊 跟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关系 不是系统的 是阿里自己的一个防火墙 嗯 然后呢 这边呢 我们设置好下一步之后呢 这边会让我们选择这个防火墙 那么防火墙的话 后面的话我们再去选择规则啊 这边呢 是点击下一步 那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一块呢 是选择网络类型 网络类型呢 我们就选择默认就行了 然后交换机这一块呢 也默认交换机就OK了 就不用动了 这边呢全是默认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选 啊 也没有别的选 直接默认就行 这是网络类型这块 啊 网络类型 默认就行啊 默认好之后呢 再往下走 这个时候呢 让我们选择带宽 带宽的话 这个带宽呢 那他默认给我们的是两兆啊 两兆太贵了啊 我们如果改成一兆 可能再便宜一点 又便宜了五块钱啊 行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选择一兆了 但是如果说 你想你的带宽很爽 多大呢 假设我不想不限带宽 买不起 注意啊 这是一周的时间啊 一个周就死相多了 一年啊 一年乘以52就行了 乘以52就行了啊 所以一周就够了 但是你又想花这多少钱 你又想体验一下 最高的网速怎么办呢 哎 那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 使用流量 使用流量付费 那么使用流量付费呢 它属于一个 后付费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说你后面 你账户的有钱 使用流量付费 一周才9块钱 然后你流量 哪怕拖到100兆 都没关系 但是最后流量 跑出来流量是 八毛钱一个G 八毛钱一个G 你只要不做上餐 不做下载 不做这个视频网站 一个G 能干很多事好不好 一个G能干很多事啊 所以这块的话 如果想体验100兆的速度 可以选这个 按流量付费 这个比较方便一点啊 我几个服务器 全是按流量付费的 所以呢 速度很快啊 之前搭了个VPN 然后VPN是美国服务器 然后买的是100兆这个带宽 下载速度 跟自己的这个速度 基本上差不多 杠杠的啊 100兆这个带宽 下载速度的话 基本上能达到10兆每秒 作为一个国外服务器 能达到10兆每秒 可以了啊 挺不错的了 但是你流量跑得心疼啊 当时那会儿呢 我把这个服务器搭好了之后呢 分给了一些同学 他们去用 结果也不知道干了啥 一个月给我跑了 100多块钱的流量 就跑了100多个G 估计多番去拿去看那个看视频去了啊 这边如果做测试的话 就选择这个方式 就比较方便一点 便宜 然后呢 还能体验到更加的这个好的这个带宽 根据需要来选择就行了啊 如果流量不大 可以选择按流量付费 这个选择方式还是比较好的啊 如果流量不大啊 我们说建议呢 使用按流量付费 这样的话 你的速度起码是上来了啊 不至于说 这个一兆的宽带 大家知道一兆的宽带 实际的速度有多大吗 大概是128K 实际的速度只有128K 就是使你的实际带宽 打一个八折 不是打一个八折啊 除以8 除以8啊 也就是相当于是1024除以8 1024除以8 也就128K这个样子 速度很慢很慢的啊 对 然后后面呢 是安全组 安全组刚才介绍过 这个呢 按照安全组就类似于防火墙 使用来设置这个网络控制的啊 所以这块的话 选这个安全组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安全组的话 如果之前没有安全组 那这边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去创建安全组 如果没有安全组 就可能需要去创建安全组的 新建一个 那么新建的时候呢 就是在后台新建的 这个可以先去不动它啊 你要如果想动的话也行 安全组选一下 组的名称呢 就随便停了 华北 华北5 网络类型 专用网络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网络不是选的专用的吗 这个地方 对吧 专用的 然后 没有可用的啊 创建新的专用网络 这个挺麻烦的啊 那或者说这地方 我们选的经典看看吧 创建 还得去新建那个什么啊 新建这个 新建这个啊 然后还得确定 还得开通 创建专用网络 这边的话写个名字吧 华北5 让我们选择内网的网站了 我们就选择这个就可以了啊 描述可以不用填 交换机 拨认就行 填个名字吧 SW吧 然后可用区 A区 一路默认就OK了 不用动了 这个创建可能有点慢啊 创建成功 创建成功之后呢 再回到这边来 哎 出来了 然后点击呢 确定啊 花费5 设置规则 那么设置规则呢 这个的话就和防火墙规则是一样的了 我们可以添加安全组的规则 那么建议添加的时候呢 不要这么添加了 这么添加太慢了 是一个恶的添加太慢了啊 这里放一个叫快速创建规则 哎 我们允许的你只要把它勾上就行了 22啊 然后80呢 43呢 3306啊 哎 这些的话就根据你实际的需要金勾就行了 Reddit啊 勾上啊 然后 这一块呢 如果你允许任何人都能反问 那么就写一个通用的写法叫 0.0.0.0 0 这个是通用的写法 那么写好之后呢 点击确定就行了 这个是创建安全组 这样的话 这些端口就全部允许访问了 啊 全部让访问了啊 现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可以过来选这个安全组了啊 是不是有了呀 哎 有了点 确定就行了啊 选择一个安全组 嗯 安全组与VPC不匹配 我们看一下上部 上部这个地方可能是个区区对啊 区是对的 安全组 VPC不匹配 请重新选择 没有 没有 3389 3389不需要开啊 3389是Windows服务器的啊 22段我开了啊 先确认一下 看能不能过去啊 这个是安全组这一块 确认订单 确认不了啊 还得真的去去重新整一下这个安全组 这个安全组是最头疼的一件事了 安全组与VNC不匹配 啊 没有怎么好修改的 因为这个修改的话你改不了什么东西啊 改不了什么东西 还原配置 这个也不是 先进啊 先进一个看看 或者这样 咱再创建一个普通的吧 经典看看 还是用经典的东西 不让 还没开通 没开通怎么能创建这个实力呢 他这也是挺奇怪的 没开通居然能创建实力 刷新一下 之前选择没了 重新选一下吧 可用区 然后这地方选择一 这地方选择一 这一块的话 入门 选择它 再往后 给它选择不动 这个选择一周 最低配 系统没选是吧 3.5S 6.9 然后 留着再下一步啊 你看吃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呗啊 刚才应该是没开通服务 不过开通就行了啊 拉到满啊 9.69 行 这地方都有了啊 是上面的格部局别刚才啊 可以 现在都有了 哎 有了正常了啊 行 这时候就下吧 可以了啊 那到这个间面的话 就会让我们去确认 那这耍流氓啊 刚才明明选的是一周 又变成一个一年了 一年是352 五年呢 到这个地方 你看它结算的时候就变了啊 它这个看数学没学好啊 这个结算有个问题 到后面反而便宜下来了 是按理量收费是吧 那如果你想更改一下 改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 国际耐宽 然后咱不用这个 用一兆 1900是吧 五年1900便宜吗 便宜啊 对吧 便宜啊 没问题啊 五年1900挺便宜的了 就一兆 如果你想用100兆的话 那你还是选了这个吧 五年的流量 看你干嘛了啊 如果不做什么事的话 五年还算比较便宜了 不过我们做测试的啊 我这地方做测试 我就选一周就可以了 那到时候 大家如果想买长时间的 可以选的时间长一点的 半年181 一个月33 还好 我就买一周啊 选好了之后呢 如果你想续费 那就点自动续费 但是这地方有一个说明 如果需要备案 购买三个月以上的时长 备案就是我们后面 我讲的这个域名备案啊 如果这个域名或者服务器 你打算在境内用的啊 你一定要备案 你备案的话 你时间就得长了啊 所以这边的话 跟你的实际情况来 我的地方呢 不打算备案了 所以呢 我就选一周就够了啊 然后后面的话 这个协议就不用读了 同意就行了啊 没得选 没得选 周期呢 根据实际的需要来 选好之后呢 所有东西确认好了啊 确认这个周 要不然刚才就出现刚才的情况 我们已经选了一周了 结果它又回到你一年上来了 然后自己给它勾上啊 这个确认一下周 然后最后呢 点击确认下单 点击确认下单 点击确认下单就OK了啊 那么后面要做的呢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就要付钱了啊 这也不就要付钱了啊 我账户里还有89块 5毛7 刚好啊 挺好的 我这里面还有金额呢 还有预额 这个预额不是支付宝预额 是阿里边的预额啊 对 我这个是用来跑流量的 所以充了一点钱在里面 点击支付就OK了 对一份流量没有啊 还能抽奖 没中啊 没中啊 其实那么到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的服务器购买呢 就已经完成了啊 看上这个 恭喜你付款成功 就可以了 这个阿里边这样子 可以用支付宝账号登录啊 那么购买好之后呢 我们大概需要按照他说的 等一到五分钟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相当于给我们装系统啊 他这个装系统呢 比我们自己在虚拟机里面装的快啊 我们自己虚拟机装的话 得装半个小时 他一到五分钟就好了 好了之后呢 会有短信提示你了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控制台 去看一下 他已经把IP分给我们了 然后就可以 在这吗 RB是不是就已经有了呀 39.104.60. 私是干嘛的 私是如果你的业务需要认到集群 集群不是有多个服务器吗 那么多个服务器之间相互是不是要通信呢 相互通信走内网派走外网派呀 那内网干嘛的知道了吗 主要是内部服务器互相通信使用 内网的速度大概能达到多少兆 一秒钟能达到30多兆 传输数据速度很快 那看到运行中就OK了 说明你的服务器已经成功的启动了 成功的启动了 那后面呢 如果说我们想通过远程工具连的话 请问应该连哪一个IP 对一定要连它 一定要连它 我们远程终端连接这个IP 连接工的这个IP 远程终端连接该IP 现在连得上吗 现在肯定连不上 不是没有网 没有密码 咱设置密码了吗 没设置啊 没设置啊 进入后台 查看 信息 那么远程连接 使用这个IP 那如果说需要设置密码呢 在哪呢 在更多里面 然后这地方有一个重置 这个密码啊 修改远程终端远程连接密码 因为之前我没有设置密码嘛 所以它直接让我们输入新密码就可以了啊 那不是这个密码啊 那这个六维密码是在线通过浏览器里边的 应该是重置这个密码 重置这个密码啊 重置这个密码 如果需要重置密码的话 我们需要点击需要重置密码的话 则可以选择右侧的这个叫做更多啊 更多 选择重置密码 重置 密码 然后输入密码就行了 确定 OK了啊 重置好了 重置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终端来连一下了啊 看能不能成功的连上去 这时候呢 把IP给它复制过来 Copy一下 改密码干嘛要重启啊 来试一下呗 啊 走 出来了吧 是这个体质框吧 好 登录一下啊 诶 它是连是能够连得上这个IP了 但是提示我密码不对是吧 那咱重启一下吧 以前呢 咱设置这个买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在购买的界面的时候就会让你预先设置密码 现在呢 在购买过程中呢 已经不让设密码了 它这个重启还算比较快 轻松中了啊 打开中端 哎运行中了啊 比我们自己的这个快多了 动一下啊 太远了 太远了 不是太远了 其实应该是网不好 出来了啊 嗨了吧 Welcome to Alibaba Cloud ECS 为什么叫ECS 叫弹性计算服务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成功的连上来了啊 这个坑呢 需要注意一下 设置重置后 密码之后呢 要重启啊 然后呢 重新启动我们的服务器 重新启动服务器 最后的话 就可以呢 通过远程终端连接服务器了 这样的话就连上来了 那连上来之后呢 我们之前用的一些命令呢 在这里面就都能用了啊 比如说LS啊 哎 然后呢 LLA LLS 杠 LA 斜杠啊 都能用 包括里面的那些目录结构 即使你的版本有点差异 目录结构呢 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 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还有什么 哎 CAT ETC下的 PanWD 是不是也能用吗 啊 没有问题啊 之前用的命令 我们在这里面都能进行操作啊 嗯